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2.4公里的速度飞行 并配备65倍变焦摄像头 可以在800英尺约250米外读取车牌 无人机上的红外传感器可以跟踪人和物体 同时帮助其在黑暗中自主飞行 X10有4个有效负载舱 可以有效地携带扬声器或聚光灯 并在3英里约5公里外跟踪车辆 如果发生故障 无人机还可以携带降落伞 以确保其安全着陆 原线杂志的Shout Potter在报告中称 这款无人机体机小到足以装进警车的后备箱 纽约警察局认为 可以用这些无人机替代直升机部署 这些无人机甚至可以自动起飞 调查人工智能工具标记的潜在枪击警报 这些无人机还配备了无机联接 使飞行员能够在远程设施 或指挥中心控制他们 这就是Skydio计划结束高速汽车追逐的方式 这在法律范围内吗 纽约警察局的目标是 在该市70个辖区中 每个辖区至少部署一架此类无人机 但由于美国对无人机使用的监管很少 因此可能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种情况 自2017年以来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一直在测试紧急响应人员 对他们的使用情况 尽管如此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在抗疫等敏感事件中使用或阻止他们备用于监视 公民自由倡导者担心这种技术会针对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 这与城市中部署的监控摄像头的影响没有太大区别 纽约警察局此前曾使用Skydio的无人机 在假日周末和音乐节等活动期间监控人群从中心位置操作的无人机需要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批准才能进行超视距 DVLOS飞行 Skydio声称他可以帮助客户获得这些豁免 但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尽管Skydio声称反对将无人机武器化 但他最近与Exxon合作 Exxon是一家向警察部门提供泰色枪和其他技术的供应商 去年曾考虑在无人机上安装泰色枪 Exxon此后放弃了该计划 但正在开发一支Skydio无人机机队 以帮助执法机构使用Exxon的软件管理证据和事件相近 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啦